我们今天一脚就基本上是在沈阳市区里面去逛了有环线有一点点市区的道路 反正温度是在3-5度之间浮动 现在是5.5度了 然后现在我们跑了105公里 基本上电耗是在15.8 这是车险的 因为不像杰鲁赛 话说那些油耗测试我们能加到跳枪去估量一下大概的油耗 这里只能看这个屏幕 反正15.8这样一个能耗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要广州开 就自己单独开的话也是17 18开的快的时候可能20 我觉得整个电耗的浮动幅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这就是艾迪斯了 我们去海豚看一下 因为那一台真的确实挺省的 就我觉得对于南方人来说还是不太好去理解 热泵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所以我这次才来到沈阳这边去试一下这种冬季下面的那种纯电车续航的感觉 其实我的那个艾迪斯也是没有选的 因为我觉得在广东我也没有多少天说去省外开着那台电车嘛 所以那个车不选热泵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就在广东地区了 就平时我们冬季也不会下雪 零下更是没有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几度我觉得没有问题 牺牲一点顺床里程是OK 但是你要在北方要下雪的时候他们的天气会更加低温的时候呢 这就很影响了 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的电视包的一个工作温度 其实我在铺玩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热泵是什么 我最早看不到热泵这种东西是在皇马的i3上面 大家开始聊热泵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呢i3觉得它的项里程没那么长 然后到了后面慢慢接触电动车以后就知道热泵其实是有用 如果你电视包空中温度不够高的时候呢 那它的效率就低啊 那你要花一点电去给它去做加热啊 然后你的电机产生的热量你也用不上啊 你要车内要开空调看短气的话 又得消耗你的热量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数可以算的 热泵是什么呢 热泵其实是把你真的整台车里面能产生的热量都收集在一块 最直观的就是能帮你的电磁组 能帮你的电量去做减负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哎哟 你的车就能省出部分电 你的项里程就不会因为冬天而掉的那么厉害 还有这一台有热泵的海豚 到底它开起来跟我们之前去试的海豚 它的电耗会差到什么水准 大家最怕就是我显示200公里 实际是跑100公里 那就太遗憾了 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你看现在比艾迪换了一个新的系统以后呢 这个车机我觉得真超好用 首先你可以看到你跑的里程用了多少度电具体的费用可以反映出来 然后你在后面开这种电耗油耗车是最闷的 它里面会有那些各种娱乐系统听一下歌 什么的 非常好用 你看这里面还能装 你自己喜欢的一些软件都有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点到 就你能有很多放松的机会 那我们帮我抬一个啊 放个去 我们帮我抬一个啊 好 今天的成果就是我们跑了196公里 然后这一台车还显示能跑145公里 其实你能算下来就大概这台车应该能跑到340公里左右吧 就这台车本来的NEDC呢就是说能跑4805公里 然后在沈阳 然后路边还有积雪 然后今天的气温呢是在4度左右还有点风 这样一个状态下面 它还能走到340公里 我觉得还算是OK啦 因为我们平时开车也算比较快 然后我们又走了高速 高速是比较耗电的 然后这样一个气温的状态下面热风是能起作用的 起码我们不需要说 因为我开着一台电车 我就要在车里面熬冷 我不舍得去开空调 我不舍得去有点热风出来就不用了 有热风确实是能在车里面比较更好 哪怕啊你开着另外一台电车 你没有热泵你就把所有空调都关掉 在里面可能扛着冷 但是这个你真的不需要扛冷 所以整个体验来说呢我觉得还算是OK 因为它整个电号的表现呢 跟我们在广东用可能就差个一到两步左右 我觉得那问题倒不是太大 起码开着这样一台电动车出去 不会觉得焦虑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今天我们要来的任务就是 比如说验证一下这个有热泵的海魂 在车里面可能你在用空调啊 说它续航里程到底有哪些变化 我们在开ID4的时候呢 我们验证一下这样一个状态下面 它的电号能变多少 其实ID4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费电的车子 不过可能你在充电在用的时候呢 你是觉得不心疼而已 这就是目前的电车 以后真的不知道变成什么样 但是我起码我知道 其实真的在北方可能你开习惯了 开油车 你慢慢转电开电车 你真的会有这种焦虑 但是焦虑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的 就比如说热泵的东西 以前我们不接触 我现在知道有用就好了